歡迎打開洛比頻道 今天的主角是驚奇隊長 Captain Marvel 驚奇隊長可能沒有給我們太多的驚奇 但絕對是一部好看的女性英雄電影 由Anna Bowden和Ryan Flake 雙人組導演 他們曾經拍過一部我很喜歡的獨立電影 叫我的左派老師 還有說來有點可笑等等的電影 有以不存在的房間拿下奧斯卡影后的 Brie Lawson 主演 神盾局局長 Samuel L. Jackson 還有我們東尼史塔克的華生 Jude Law 演技派的 Annette Benny 以及搞砸了一集玩家搞砸了俠盜一號 還搞砸了黑暗騎士黎明升起的 Ben Mendelsohn 我開玩笑了我很喜歡他 這部驚奇隊長承載了很多的期待 不僅是打著逆轉無限之戰結局的 關鍵人物更是漫威宇宙電影下一階段的重要性角色 更是在神力女超人這麼成功之後 漫威電影推出的第一部女性英雄的獨立電影 這樣的期待也讓爛番茄影評網站刪除了 你想不想要看這部電影的指數 有一些酸民去惡意灌票的關係 好讓我們來認真聊聊這部電影 劇情敘述在地球的90年代 有個強大的戰士佛斯來到了地球上面 他要保護一個秘密 同時也要尋找著屬於自己的故事 這個角色老實說非常的適合Bree Lawson主演 敘述著一個女性英雄回到自己的家鄉 要找回屬於自己的東西 我還蠻喜歡這個電影的故事劇情的 雖然沒有太刺激精彩的冒險動作電影橋段 但這絕對是我看過最優秀的英雄起源電影之一 要讓驚奇隊長更好看的方法 你一定要看見裡面隱隱隱藏著的女權議題 可能我剛好在看驚奇隊長的前一天 也看了這個週末要上映的紀錄片 RBG 不恐龍大法官 在這之前也看了這個女性平權的傳奇人物 這個大法官的生平故事改編而成的電影 法律女王 因此我在女權運動追求兩性平等這件事情上面 這個議題還蠻明膽的 驚奇隊長身為漫威的第一個女性英雄電影 是跟黑豹一樣很有指標性 一邊是女性英雄 一邊是隨意能夠改變自己外在形象的反派種族 是很清楚的在講 不要只因為外在而影響你對一個人 或者是自己的判斷 誰是英雄誰是壞蛋 不是只是看一個人的生理特徵 或者是外在形象 但是驚奇隊長其實沒有那麼強力地向觀眾推銷這一點 而讓這部電影成為一個女權的宣導片 反而是更適當地將這些議題隱藏在冒險的故事當中 好笑的是 就是求德洛在電影的很一開始 就跟主角說 你要做最好版本的自己 What? 這是引用了俗女鳥的台詞嗎? What if this is the best version? 還是這麼開門見山地跟你說 驚奇隊長就是一個漫威版本的俗女鳥 也的確 在我看完這部電影之後 驚奇隊長的確是一個女性成長的超級英雄電影 就像其他所有漫威的超級英雄電影 都是男性的成長電影一樣 而驚奇隊長和神力女超人又不同的是 她沒有活在天堂島裡面 她從小生長在和你我一樣的人類世界當中 這個由男性掌權的社會裡面 大多數時候是男性掌權的社會裡 因此她跟所有想要證明女性不是惡等公民的人一樣 受盡屈辱和責難 她學會一次又一次跌倒之後 勇敢的再站起來 站起來是這部電影最重要最精彩的意向精神 男性的強悍可能表現在他們永遠不會倒下 例如美國隊長或者是弱雞的電影當中 我說的是打拳擊的那個弱雞 但女性的強悍就在於倒下之後 永遠能夠再站起來 驚奇隊長甚至就是在一場墜機之後 才成為超級英雄的 這樣子我們也很明白 為什麼要安排她在無限之戰的結局之後 再登場的原因 被禁止做某些事情 被指責太情緒化 沒有辦法控制自己的情緒 被限制自己的可能性 被當成利用的工具 這些都是一般女性在生活中會遇到的狀況 在驚奇隊長中你都會看到 甚至這裡面安排了一個角色 因為要照顧孩子的關係 而拒絕去參與任務 你應該沒有看過任何一個男性角色 講這樣子的話吧 這些都是很清楚的想要打破 對女性的刻板印象 還有所謂的天職 除此之外 這部電影也談到了一點點難民的議題 我還滿喜歡 滿滿意這個故事結構還有設計的 是可以猜得到 但也不會太老套 簡單來說 這是一部文系比較重的漫威電影 一樣有不錯的特效水準 免洗的反派 不過不失的動作場面 然後驚奇隊長比較水土不服的 對我來說 是漫威電影風格的那些笑話台詞 不是說驚奇隊長裡面的笑話不好笑 只是在笑完之後你會感到一些尷尬 感覺不是那麼的適合 有點硬加進來的味道 因為驚奇隊長不是那種 隨便可以損人的皮子 或者是那種可以裝傻搞笑的人物 他比較震驚比較嚴肅一點 比較像是美國隊長 或者是超人那樣子的形象 因此這部電影當中 只剩下抱著貓咪賣萌的神盾局局長了 趣味性的確是少了一些的 講到配角 除了最搶眼的那隻貓之外 就是Ben Madison 所飾演的 此刻如人的領導Tarros 這個角色真的寫得很好 會在很多時候 給你意想不到的驚喜 我也很欣賞他的演出 覺得比他之前所飾演的反派人物都還要精彩 Anit Benning 的演出 也是我會推薦你去看這部電影的一個點 電影的最後有兩個片尾段落 一個算是銜接下一部電影的片段 很重要的劇情也解答了 《復仇者聯盟無限之戰》 最後那個片尾段落的意義 另外一個則是貓奴會喜歡的片段 算是比較搞笑耍廢的彩蛋 我個人還蠻喜歡驚喜隊長的 但是他絕對不在娛樂性上面 可以超越其他的漫威電影 也絕對沒有愛麗塔戰鬥天使 那麼好看的動作場面 甚至在劇情上面也是有一些缺失的 會有一些讓你覺得沒有解釋清楚的部分 例如反派、反派、反派 片中有星際異攻隊第一集的反派羅南出現 但是他的故事線還沒有辦法銜接過去 不知道是不是後面的故事 可能驚奇隊長第二集後面的續集會提到 演員的表現有些人覺得很無聊 但我前面說了 可能是因為角色的關係 這部電影在表演上面沒有那麼活潑 沒有像以往的漫威電影 來得那麼幽默風趣 驚奇隊長重點整理 這是一部精彩的女性成長 英雄起源電影 隱藏了打破性別限制的女性平權議題 帶領大家重新站起來的力量 而且很重要的是 跟很多漫威宇宙的電影有關聯 更是兩部復仇者聯盟電影之間的補完銜接 我想驚奇隊長是一部比較適合 想要一部比較多感情的 超級英雄電影的觀眾去欣賞 特別推薦給 從小也想要開賽車開飛機的你 驚奇隊長這部電影我給的評價是 以上這就是今天的影片了 希望你喜歡今天的內容 請幫我按讚 還要把它分享出去 還有找找你的訂閱鈕 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你想要在第一時間知道我上傳影片消息 別忘了在訂閱之後 再按下那個小鈴鐺 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見或的想法 歡迎在下面留言讓我知道 這是羅比頻道 祝你今天可以看到一部精彩的電影 我們下支影片見了 掰掰